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健康那些是你我她的事 不要 让你夹着 你毛巾就我用一下安装 不是夹着 这是个人的卫生问题 不要 你们两个干吗 今天 我要跟她借毛巾来用一下 就是要复习昨天老师教我们的动作 可是她也自以卫生为理由 我问你 吃饭就能够公块母子 毛巾可以夹 可以夹 夹着腾也夹不夹 借我用一下了 不可以 真容你来陪兵你 除了说食物 我们这个运动的用具也不可以缺的 对不对 是 芊茜大哥 如冰姐说的没有错 运动的用具千万不要共用 那另外如果我们要用大型的运动器材的话 一定要先擦一擦 因为我们害怕有细菌残留在上面 听到没有 不借给你是为你好 是啊 这个非常时机 大家一定要保持个人卫生 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家人 这样我已经知道了 就是要比较滑 随时有多喝水 但是打鼻子就要挂口罩去看卤 没有事情 想后继续出来 欧阳大家做运动 做运动 对 别怕发烧 这样不太过 你看 我帮一下 你就怕了 你在怕我的千姑娘也不怕 对不起 好 走 我们做运动了 运动这件事 生活少不了的事 哈啰 大家好 又是我 前两天运动比较辛苦 对不对 所以今天教你怎么用毛巾来放松 好 身体先做直线 挺胸 好 这时候请你把你的两只手合在一起 好 把你的脖子往上推 推到最上面的感觉 觉得前面的景象紧紧的 好 十秒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来 现在换动作 把两只手合在一起 放在你的头的后面 把它顶下来 特别注意 不要拖背 背打直 才可以拉到你的颈向后面两侧的肌肉 记得不要有痛的感觉 有紧紧的感觉就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起来 好 来 一只手请你扶住椅子 另外一只手放在头的旁边 把它转 压过来 一 二 三 我们在做这个拉筋的时候 可以从头慢慢地到你的全身 好 慢慢回来 特别注意你放回来的时候不要弹回来 不要 慢慢地放回来 来 换一边 好 来 推过去 记得有紧紧的感觉就好了 好 保持愉快的心情 很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回来 来 把两个手放在你的胸前 合在一起 好像一个东西往上推 推上去 把你的脊椎打开来 推到底 好 放下来 好 再一次推 很好 记得手可以靠近耳朵 很好 再一次 把你的脊椎两侧的肌肉打开来 很好 推上去 很好 慢慢地把动作越变越大 好 再来 记得我们都是在放松 很好 好 再来 最后两个 推上去 很好 慢慢地放下来 有没有觉得背部紧紧的 这样就是对的感觉 推上去 好 放下来 好 请你把毛巾拿起来 好 把它拉直之后往上推直 推到底的时候 请你往后 像伸懒鸭一样 很好 我们顶住它 好 再放下来 再推起来 好 最后一次放下来 好 当你推上去之后 请你保持住它 好 一样 十秒钟 很好 在家里做的朋友 记得你要把声音数出来 才不会憋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现在把你身体往旁边 慢慢地靠 好 特别注意 动作不要太大 不然你的重心会不稳 这时候再拉两侧这里的肌肉 毛巾 记得请你拉紧 很好 要感觉到肌肉在用力 很好 最后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回到中间来 才换另外一边 很好 一 记得在做拉筋的训练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哪一条肌肉被拉紧了 这才会有效果 很好 好 记得毛巾请你拉紧 毛巾是一个很好的辅助 好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回来 好 把毛巾放下来 两只手放在一起 往上推起来 很好 把你的脊椎拉直 好 这时候慢慢把头往上抬起来 好 我们一样十秒钟 来 很好 好 记得身体要直接上去 不要有歪歪的动作 直接上去 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来 放下来 来 一只手请你扣住椅子 另外一只手伸过来 很好 感觉更深沉地用到这里身体的肌肉 一 二 三 记得手是要来帮助你维持安全的 很好 好 回来 换一边 记得手要先扶住椅子 才把另外的手伸起来 换一边 很好 加油 把身体的肌肉打开来放松它一下 前两天比较辛苦 所以肌肉可能有酸痛的现象 好 回来 来 现在请你把毛巾拿起来 好 这时候请你转过来 好像你在做弓箭不一样 记得屁股一定要坐在椅子上 把脚往后伸直 好 记得这个脚 是踩出来的 不是勾起来的 踩出来 好 把脚伸直 身体挺胸 好 现在把毛巾拉紧 往前推 好 这时候请你看这个地方 背打直 一样十秒钟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千里注意把背打直 最后三秒 三 二 一毫把手举起来 我们会做到更深层的感觉 一 二 三 很好 加油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慢慢放下来 现在把你的这个手套住这个脚 毛巾的地方 好 这只手请你扶住椅子 好 我们把你的脚拿起来 好 这个动作请你量力而为 如果你发现我脚很紧 可不可以拉这样就可以 可以 可是如果可以的人 可不可以拉上来一点 这样更有感觉 好 来 一样挺胸 十秒钟 一 二 自己可以移动这个距离 自己可以移动 但是当你做的时候就hold住它就好了 自己慢慢地往上 五秒钟 四 三 二 一毫放掉 很好 放下来 好 现在换一边来 转过来 好 把脚打开来 好 把你的屁股坐在椅子上 当如果你这个椅子拿掉的时候 对不对 它就有点弓箭步的感觉 但是为了安全之后 我们把它拿回来 放着它 好 来 趁你挺住之后 请你把手伸出来 记得毛巾一定要拉紧 好 来 挺胸 很好 来 数出来 一 二 好 特别注意 如果你的脚 没办法像老师一样这么直 这样弯弯的可不可以 也可以 量力而为就好了 没有关系的 OK 好 自己做自己可以的动作就可以了 最后五秒 五 四 三 二 好 来 把手举起来 很好 这样感觉会更明显 好 来 一 二 三 四 很好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宽动作来 一样收进来先 把毛巾放在脚这边 把它套住 一样首先扶好椅子先 才把脚拿起来 这样才安全 好 自己控制 你可以拉高或放低都没有关系 好 背打直 一样十秒钟 很好 要感觉到前侧这个地方 被拉到的感觉 如果你觉得感觉不多 你可以再拉进来一点 它这个地方就很有感觉了 很好 加油 最后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放下来 好 回到原本的位置 记得在家里做拉筋的动作 安全是最重要的 好 现在请你把你的右脚伸出来 我们之前有教这个手去摸这个脚尖 对不对 来 请你用毛巾 扣住它 拉住 你可不可以往前拉 可以 好 顶住它 一 二 三 这可以帮助你的柔软度增加 如果有一些年长者在家里摸不到自己的手 就可以用毛巾来扶住 它是一个很好的扶具 最后三秒 三 二 一 好 慢慢放掉 来 换另外一边 左脚伸出来 一样套住它 好 拉住它之后 你可不可以自己慢慢往前拉 可以 自己调整 很好 最后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放掉 好 现在把毛巾放在你这个椅子的后面 因为它已经被你弄脏了 所以你不可以放在脖子上 来 手打开 来 深呼吸 好 来 吐气 最后两个 再慢一点 来 吸气 好 慢慢地吐气 最后一个用你最慢的速度 来 吸气 好 来 吐气 很好 你做得很棒 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 鼓励 好 刚刚这样看 感觉好像你们都变运动健儿了 所以做的时候今天笑脸很多 因为今天比较轻松 比前两天轻松 因为我做了第一场 第二场 回去我一直练习 所以现在我比较灵活 做起来就比较轻松了 真的是这样吗 教练 其实前两天的运动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你的身体可能会有点酸痛 所以今天的运动是教你怎么样 把你身体的肌肉放轻松 可以舒缓那些疼痛 所以你是让我们先苦后甜 对 那当然现在我们也在用毛巾 对不对 那毛巾的这个长度还有厚度 其实是不是要特别留意的 其实毛巾的长度 只要比你的肩膀稍微再宽一点就可以 厚度没有差别 但是特别注意明天要带水瓶 明天要带水瓶 好 这时候大家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又要跟医生聊聊天 然后煮东西吃 防疫小常识大家都要知道的是 其实当我们的目光都集中在 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 对 有另外一个病症 其实也慢慢地在攀升 然后也在蔓延着 就是我们的骨痛抑血热症 其实我是蛮好奇的 这个骨痛热症跟这个新冠病毒的病症 有什么分别 其实病症都其实挺不同的 那个新冠状病毒类似感冒的症状 所以九十八星会发烧 七十多八星会干咳 当然四十八星以上会觉得身体酸痛累 其他比较长期的症状 比如说喉咙痛 流鼻涕 有一些病人其实会觉得他们嗅觉 有一点会变得比较差 你是说这个新冠状病 对 新冠状病 那骨痛热症只是发烧而已 骨痛热症也是发烧 可是他们骨头会痛 肌肉会酸痛 而且经常头痛 尤其在他们会觉得眼睛的后面会痛 怎么样去感受到 就是酸吗还是 他会形容说他有头痛 痛到眼睛后面就觉得疼痛 而且他们也会有一点嘔吐的一些症状 对 其实我很好奇这样的东西是 如果真的是阿嬷 阿公来看楼棍 你这样一看 你会看得出是什么差别吗 除了发生之外 其他的症状都稍微挺不同的 因为你的骨头热症 前几天会生红斑 对 也会有病毒症 对 然后可能到大概四到七天后 大概烧退 烧退之后 其实那一两天是比较危险的 那时候你的血小板可能会降低 到一个非常低的阶段 你可能会自行出血 所以可能你会觉得你摔的时候 摔到牙龈出血 你上厕所小便的时候 会觉得为什么小便流血 还是你大便的时候会大便流血 我看过人家骨头热症的时候 是四肢无力的 四肢无力 而且是说中夜骨头热症 看了新冠一点一点 红红 你能不能怕 你能不能烦恼 不是中夜 是什么新冠病毒 不是 所以想说是看病毒 对不对 一般的病毒 都是靠你的免疫系统自然地恢复的 可是普通的医学热症 有一些病人 其实你的免疫系统不但没帮你 反而有时会害了你 所以症状有四种 症状有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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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提到这我们说 危险性还挺高的 那能够提醒大家就是 家居里头要特别留意 包括我们说的积水 不管你拿它盆 是 或者你拿它桶类 只要有积水你都应该清干净 不要让医文有机会去滋生 是 那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 那当然如果我们说到这样 最主要 最能做的东西就是 一发现你有一些病症的话 那能做的第二样东西就是去看医生 对 如果有病症的话 去看你的家庭医生 而且最主要看医生不要看完A医生 又跑去看B医生 看完B医生又跑去看C医生 就叫Dr.Hob 跳楼棍 你不要跳楼棍 是 其实我们一直在提醒这一点 就是大家也担心 是 比较容易对症下药 对 那你们医生的看法呢 跟你一样 不应该更换医生 应该回去同样的医生 所以我们才知道病情的变化 而且能做明确的诊断以及治疗 是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真的会这样吗 新加坡人很喜欢更换医生 对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对 而且新加坡人也很喜欢出国 我跟你讲 你聊到这一点 我自己反而觉得 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还一直听到有人说 他还要出国 还要出国 我觉得在这个阶段 应该没有人敢出国了吧 因为现在是全世界的问题 不只是担当我们一个国家的问题 所以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 记得这个非常时期 我们一直在呼吁千万不要再出国 而且我也觉得有一个措施 我自己是举双手赞成的 是 如果你真的出国 回来之后染病的话 那个医药费要自负 我觉得这一点是社会责任 对 如果你现在高峰期 你觉得应该要自己出国的话 那你自己去担当 所以最好是在家看这个设计 这个设计真好 可以拿出家做温度饭 知道吗 叫纸米嫂 对 还可以吃纸米嫂 所以还是要健康生活 待在家里很多东西能做 那当然刚刚提到我们说 做运动也好 或者是煮营养餐也好 或者是我们聊的一些相关的讯息 如果想要重温 要重复的话 非常简单 到MeWatch去就可以了 好 那当然这时候我们要稍作休息了 待会儿我们就要教你怎么煮营养餐 健康那些事 隐持这件事 是的 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 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真真假假 你又分不清的那些消息 对 一下子听说 哪里有人得了冠状病毒 忽然间倒下去了 又听说什么吃香蕉 喝酒 可以防疫 那这些是不是真的了 对 所以一接触到之后 你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消息 你又觉得可疑的话 千万不要去传播 要不然可能你就会变成传播 散播这个假消息的人 所以一定要去证实他们 对 那当然也有人说 防疫期间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 然后会对身体好 可以抗这些疫情 是真的这样吗 其实我们在口干的时候 尽量喝水 因为那个趋劲在我们的 那个会停留一阵子 如果我们冲水冲进去胃酸的时候 它会杀死那个外的病毒 是 所以多喝水这些是真的有作用的 对 当然老师也有营养餐要教我们 对 今天煮一个根莖类的这个味噌蔬菜汤 我们就是将500ml的水煮开了 那我们放这个昆布柴鱼粉 这个菜是可以买得到的 这个是天然的 是用那个柴鱼 晒干的磨成粉 还有昆布的粉 那我们把水煮开的时候 就把这个白萝卜酱进来 那白萝卜有帮助消化 清肺 养肺的作用 那我们第二个放大葱 大葱有那个杀菌 消炎的作用 所以把它加下去 加下去 好 菇内我们可以用冬菇 白铃菇 还有那个红洗菇 鲍鱼菇都可以 因为它有多糖体 是高钙的食品来的 可以抗癌 抗病的作用 对 对 那老师 这是什么菇 这是白萝卜 所以这个也放下去 那我们再加这个大葱 大葱是日本的大葱 它有肉 好像豆干这样 大葱它有蛋白质 义王酮 它有B1 B2还有B12 可以帮助我们饱足感 然后还有酱 血糖 好 接下来 对 那最后我们再放这个蒟蒻 蒟蒻是魔芋 是一种好像芋头这样 它把它的淀粉去掉 剩下它的玄维 它是肠道的青豆腐 它可以帮助我们减肥 为什么 它是零卡路里吧 是这个可以买得到还是要自己 在超市可以买得到的 超市买得到 超市买得到 所以蒟蒻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吗 人家也拿来做甜品这些 对 蒟蒻的果豆 还有蒟蒻面 是 好 来 我们可以放下去 它很像橘子这样 是 口感应该很不错 很不一样 它有一个海水的腥味 所以我们要煮之前 把它用热水把它煮一分钟 然后再切掉 去掉了 去掉它的味道 我们到火煮沸之后就加盖 然后关小火 给它焖煮15到20分钟 等它的萝卜软了 所以比较好吃 那最后是加这个味噌吗 是 要等吸火过后 放在碗的时候才可以加这个味噌 不可以加进去煮了 不然的话 它里面它是活菌 它已经发酵了九个月到三年的时间 如果你加进去的时候 它的预生菌食对我们的肠胃没有帮助 味噌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肠的肠道的干净 活菌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70%在肠 所以我们养好肠是很重要的 这个它已经煮了15到20分钟了 可以把它秤上来 这个可以当成一餐的代餐 这个一碗吃下去 不用吃饭了 真的 会有饱足感 好 当我们要吃的时候 就把这个味噌 这个味噌跟这个酱油调在一起 今天我们用的白味噌 它是比较甜的 那你买味噌的时候要买低糖的 那我们加一点酱油 所以老师买味噌也有学问的 是 买味噌因为有些是纯晾造的 有些是化学的 那纯晾造一定要九个月以上的 才是好的味噌 是 才会产生那个好的菌 所以也有不同颜色 是吗 是 它有白色跟黑色 那白色 通常我们也可以这样 它白色比较甜 通常我们这样拿来沾那个 沾那个生酥果来吃 这样也可以 好 所以去买东西也要学问 真的 要特别去看 我是买东西杀料就怕了 我们就要把它加进去了 很香 香的是什么的味道 那个 就是味噌跟柴鱼粉的味道 好吃 这个橘肉它本身就是这样QQ的吧 它应该很好 你看口感又好 然后放在里头煮的话 对身体也有好处 喝下去你就会有点咸咸 带一点甜这样 对 所以感觉真的很棒 如果真的是想要在家里煮一煮的话 记得我们的怎么煮 方法 都在我们的这个咖喱里头 可以重复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煮法 对 健康那些事 你我她的事 祝起防疫之强 人人有责 现在就下载TraceTogether手机应用程序 加入追踪接触者的行列 让我们一起携手对抗疫情 哦 但是 而且 哦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